台中花坦节 民众拍照的赏花的 却转眼看到这只吉祥物 怎么有点眼熟 这是宝可梦里面的可达鸭 它的情况叫可达鸭 真的吗 你们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可达鸭 对啊 民众说出疑问了 因为这只鸭子怎么看都像是它 宝可梦精灵 可达鸭 像不像拿出来对比一下 琵琶鸭是圆眼 可达鸭是椭圆形 但除此之外 一样的黄皮肤朝天鼻 双手违章摆在两旁 身体圆滚滚 相似度真的很高 怎么会这样 两只鸭长得这么像 台中市农业局说 这只琵琶鸭是为了加强宣导 台中市农业区特色 委托厂商设计的 现在却闹出抄袭争议 就怕真有侵权 被说是山寨版 市府已经要求厂商 赶紧先撤下 琵琶鸭造型引发民众议论纷纷 到底像不像画面会说话 但这个台中市的琵琶 已经达到宣传目的了 九王一叉 台中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